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公开再婚消息的 前Tiara成员Adam的再婚对象 今天试图极端选择了 12月10号 Adam透过IG宣布自己的新恋情之后 13号,在航母论坛 一位网友上传了标题为 某女团出身的歌手将与第二个陈冲者再婚的贴文 陈冲者就是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轰动全韩国的诈骗犯 该网友表示 这位歌手的再婚对象 有着像陈冲者一样的诈骗和性犯罪等前客 前一阵子才刚从监狱出狱 对此Adam回应 我想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样的文章 我没有更多要说的 我正在追查摘选这篇文章并散布谣言的人 我会严厉惩罚所有的恶意评论 然后在14号 Adam再次发文表示 我的OB因为过度的联系和各种恶意评论 服用了过量平时服用的抗疫御药 冲动的试图极端选择 所以我想问那些造成这种结果的人 他如果死了你们就感到舒服吗 我是已经习惯了恶平 但一直认真而正直生活的OB可能不是那样 今天因为有点担心 所以一起去吃了晚餐 但是分开后 因为一直联系不上他 让我感到不安和担忧 所以我和姐姐立刻赶过去了 当我到达那里时已经太晚了 OB已经因为过量服用抗疫御药而倒下了 想到OB这几天有多么痛苦 我的心就非常疼痛 这都是那些持续的酸言造谣所引起的 想到他有多痛苦和害怕 我没能够保护他 眼泪就停不下来 请那些做错事的人深深的道歉 并希望在这之后 很多人能真心请求我OB平安无事 无论OB是否能醒来 我将坚决惩罚那些发表恶意评论的人 然后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内容是说如果情况不利 就会做出极端选择 但他是一个每时每刻都非常关心和体贴他人的人 所以根本没有那种事情 请不要拿人的声明开玩笑 还有请你们停止骚扰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为了能快点再婚 连孩子们都抛弃了 现在在那里说 我的OB有多痛苦 没能保护所以流泪 爱男人爱疯了吗 从未见过任何人 闭上眼睛堵住耳朵 装睡还能过得很好 我们说一百天也没用 必须自己精力才知道 过自己选择的人生 让他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吧 我去看了那个贴文 真的受到冲击了 他俩十月才见面 两个月就发表了再婚 然后那个男的IG 2020年3月发文后 之后就是今年9月才发文 真的是作奸了吗 如果是真的 很快地社就会出马的 对于Adam的再婚对象 试图极端选择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屋主 韩国网友们最爱的小分队 不受准 这碟衫 这碟衫 都是 urope gdn太太阳 啊 orange caramel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